你在一开始就这样 破口绝对是审刑金 而且审刑金不能是说 死办他的所谓的土利罪 所谓的行贿罪 他最关键是什么 因为你光是什么 你光是把这个地方 拿了4.3亿出来 你光是把5亿弄出来 他就有很严重的背信罪 而且这个所谓的背信 是一罪一罚 光是这4.3亿 你在不同的公司里面 把钱给弄出来 一笔一笔加 对审刑金来讲 就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你当时就已经提醒检调说 这个东西是你要查的 果然按照你的方向 今天传出来的消息就是 直指审刑金 今天比较有意义的讯号 就是开始检调有传出消息 这个消息传出来目的何在 他当时要跟社会大众宣布 他们的进度办到什么地方 现在的进度就是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预测 现在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审刑金 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去咬科文者 对 然后他不咬的话 他个人要承担的话 那个承担的刑期有多重 我们要随便算一算 大概十年以上 跑不掉 十年以上 然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审刑金更大问题什么 他现在撑不下去 因为他在里面 如果搞四个月的话 他外面就跳票了 因为那个顶月开发 怎么做下去啊 对 顶月开发 如果照刚刚慧珍的讲法 借了一百多亿的话 他没钱的 对啊 他根本资金周转出问题啊 对不对 然后谁去调度呢 因为那个一百多亿就表示 只借他土融嘛 对 那建筑融资没有借到嘛 那这个怎么运作呢 对 运作会出问题啦 我认为大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如果省金金没有出来 他的金华城会变成一场空 不会 会出问题啦 这很简单 现在麻烦 现在星光承办的这个联合贷款 你会问你金额不够啊 那你后面当时的计划就是说 你连带土融之后 后面有建筑要跟着追进 土建要进来 要跟进嘛 那两个加起来的话 这个钱财够支撑所有的东西嘛 然后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以开始做预售嘛 它有三个节奏要能够搭在一起嘛 而且搞节奏整个弄乱掉了嘛 弄乱掉的情况之下 那个建筑会出问题啊 建筑不够会出问题的话 你的这个营造厂 它不是给中共做的 据我了解 好像是给一下日本的营造厂做 对 营造厂搞不下去啊 没钱 搞不下去 对 没有办法支付嘛 那这个时候 这个整个全案会出问题啊 所以它的问题 不是在说后面判几年 它现在收压在 它在积压进建的问题 拖这几个月 它拖不过去啊 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啊 所以除了身体之外 它的产业 它的事业也会出问题 马上 不要谈别的 金华城本案 就会出问题了 那我在讲到说 第二点 大家外面有谈到 它在最惨的时候 确实很惨啊 当时在最惨的时候 我现在讲这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 它对财务上的概念 跟它的财务的这种能力 现在听起来 沈金经现在弄了大概 九亿都不见了 对不对 好像是很庞大金额 对不对 一点都不大 对沈金经来讲的话 九亿是小额科 它一来一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 它在最惨的时候 到今天 它还欠习米华 四十亿台币 它还欠林秉文 二十亿台币 我现在跟你讲 这样就六十亿了 目前 目前 现在 今天是最后的余额 我现在讲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那个就太阳城 就二十亿 就是总共六十亿 你知道吧 那这个时间 四十亿的 所有 四十亿的债权 已经过户给 习米华 在香港的一家公司 所以香港的公司 已经到台湾来 办理过假执行 已经处理过 然后也扣押它的 拿到的 它淘租 淘租引员的部分的 这个很大量的 这个担保品 你知道吗 所以淘租引员 有很大量 对这个四十亿有担保 对 那林秉文这二十亿呢 因为是沈基金 私人的见款 沈基金明下没有钱 所以林秉文 一毛都拿不到 林秉文现在很惨 收不回这个钱 但那个四十亿呢 是有担保的 对 有担保的 淘租引员的 淘租引员的所有权 因为淘租引员的 所有权人 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中工 中华工程是 淘租引员的 一部分是 它当时的地主身份的 有十几家公司 这十几家公司呢 当作这个 习米华的保证人 所以是有担保 这四十亿的 习米华的钱 是有担保的 所以你想想看 这六十亿耶 那以这个 以沈庆金的能力 他在澳门 能够搞几十亿上百亿的人 这个九亿算什么 所以他如果说 给柯文哲 三亿五亿的话 他的方法 多得很多得很 所以今天检报去查 你知道金庄刊写这个 都看了 我看都好笑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不了解沈庆金 我现在一讲完你就知道 他有本事欠人家六十亿的人 他本事多大 什么比特币 什么泰达币 他都懂 他每天在搞 他在问澳门 在什么支付的 澳门的钱怎么汇进来 澳门就在打台币给你吗 汇台币给你吗 不可能是事情嘛 那几十亿怎么处理 澳门赌场是线上线下的钱 在飞的你知道吗 因为线上是一个账 因为他们会赌到那种 上百亿的输赢的账 那就不是台面上的金额 台面上是一个假金额 后面是成十倍 二十倍的金额 在做真正的赌钱的金额 实质金额 那个里面赌场的花样多得很 我是不懂这东西 但是我不会赌 可是我懂这个玩意儿怎么搞法 所以你要知道 沈静晋一定给了 柯文哲很多钱 而且他给钱的方法 一万种 还有这么多力 我刚才讲给你 今天他今天的账余额就六十亿 就这么简单 他讲我把你分出来 二十亿林炳文 四十亿习米华 习米华现在在哪里 牢里面 在哪里牢你知道 中国 不是 在澳门监狱 他是澳门公民 判期十六年 他的习米华出来之后 习米华已经委托了律师 要跟沈静晋要这个钱 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的 从沈静晋的账本身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账 他专门处理这种制造 跟处理这种复杂的 这个钱财的人 所以今天你 问题是我认为 他现在剩下的是谈判问题 今天已经放到 用周刊出来放的情况之下 就表示他有一点突破跟松动 对 检掉北检不是 八字没一撇 让你媒体写一堆 写完他最后 这个陈下官怎么办 所以有突破才会有消息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我从 这个媒体周刊的放话的过程来看的话 我认为北检有一点名堂在里面 找到东西了 不是找到东西 是沈静晋要合作 沈静晋要合作 不要讲这个干嘛 对不对 他敢于贏账 他自己是找一个麻烦 挖个坑 北检不会挖坑自己跳 对 北检一定是有一些名堂在里面了 沈静晋想要妥协了嘛 快要投降了嘛 对 快要投降了开始放个消息 让大家知道有进度 而且你民众党这些人啊 少嚣张 我告诉你 很快 柯文哲就会被 马上就被人 这个贪污自罪条例第四条 就是违背职务收费罪 所以通通都掌握了 民众党 卖给笑 黄珊珊 不要嚣张 很快就通通就牢底坐船 好 刚刚讲是 现在跟着你去找找 查金流查到最后一领路了 查金流查到最后一领路 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领路 一个关键人物 刚刚讲就是陈沛琪 陈沛琪现在已经在找律师 第二个关键人物 刚刚讲就是很近期 我现在看到了 吓死你的财务状况 你去澳门赌博欠了一屁股之战 然后你有套工公司 然后你现在 你现在不管是说 你左手换右手 你涉及了特别被信罪 而且你掏空了一个4.3亿 一个5亿 把钱给弄出来 钱如果不能交代出来的话 光是特别被信罪 它就面临21年的刑期了 而且检调已经打pass 给沈庆金方了 你要看清楚 检调要做什么事情 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你看这个沈庆金涉及 京华城收费案遭收押 不只重创威京集团 还可能因为不法的金融操作 连累集团公司 中石化公司 一旦成为全案的破口的时候 恐怕沈庆金始料未及 是否会公助事情 成为污点证人 获得减刑棉球 势必成为下一个阶段 司法侦查的重点吧 所以现在要你转为污点证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涉及不法的金融操作 那如果连累到中石化 为什么他要点出中石化 明明他有中工跟中石化 为什么要点中石化 你顶月康发挂了 你金华城就挂了 所以他告诉你就是这一点 你要听清楚 现在黄珊珊跟你说 你只要认定说 我没有这个24条 我是任用25条的时候 我就没有行贿罪 行贿罪 我可以保住我金华城 我知道你要保护你金华城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 另外一个重点 你会拖累中石化 中石化是 中石化没了 顶月康发没了 你金华城也没了 所以他现在是 用更大的牌去压你 跟你说看你要不要糟 而且他特别想到 现在沈金金当中讲到 你的这个所谓的 威京集团的这个金华城案 威京集团已经受审了 他关键在这 你已经有不法的金融操作 你说不法的金融操作 就是特别被信罪 而这个特别被信罪 如果这样 你今天不要讲徒利 你今天不要讲 这个所谓的受贿罪 光是特别被信罪 沈金金这一辈子 可能就不用出来了 没错 他可能会牢底坐穿 好那为什么这样 今天在检调的这个新消息来说 是说他好像在查 这个所谓沈金金的金流 那我们呢 如果你仔细把这个 所有的报道 看得非常清楚之后 你会发现到说 检调现在 已经把沈金金的财务 所谓摸得非常透彻了 也就是说 从他自己公司 他自己 然后中工集团 还有包括说像 这个中石化 还有顶月开发 精华城市 他都摸了一清而楚 他现在有几个罪名 一个 你疑似在掏空公司 因为你有左手换右手 左手换右手 然后你把这个钱啊 现在不是说有两笔钱吗 一笔钱是 沈金金在这个顶月开发 过关获得 这个金化城土地的时候 就赶快给他说 你五亿钱 五亿给我 所以这五亿到哪里去 你这如果真的去向不明 你就涉嫌掏空公司 另外第二部分 他们金化城不再编列了 两笔公关费吗 两笔公关费 目前我也不知道去向 所以这都是掏空公司啊 另外一个 你在海外还有大笔的这个赌债啊 你到底目前为止 公司是属于谁 大家都不知道 另外还有特别背信罪 特别背信罪 至少三个特别背信罪 21年做到 你可能都一辈子都出不来 所以现在剪掉 都把这些摸得非常清楚 之后呢 他等于是直接要跟你 这个沈金金要说哈 要跟你对决 你要不要转回污点证呢 我再给你最后的期限 而且你说 其实 在整篇文章里面 最关键的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里面讲说 连累上市公司 忠实化的时候 他不是在警告忠实化 对 他在警告整个金化广场 因为忠实化不保 整个金华广场不保 金华广场不保 你就盖不下去了 对 没错 事实上检调来说 这句话里面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说 会连累集团上市公司 这个忠实化 可是保佑我跟你讲 这个事实上 沈金金他有两家公司 他还有个中工 还有忠实化 可他为什么特别 点到忠实化这个公司呢 因为忠实化呢 他有一个子公司 叫鼎月开发 鼎月开发他下面呢 就有一个金华广场 就是他目前为止 他在运转的嘛 所以他警告你说 你会连累到忠实化 忠实化挂了鼎月开发挂 鼎月开发挂了 你金华城广场 你也盖不下去 所以等于是他很简单 他就跟你说 没有错 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保 这个金华广场 但是你会连累忠实化的时候 这样连锁消息 会让他出现一个财务的问题啊 就简单就是这样讲嘛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之前大家本来认为说 今天沈金金完全不会糟 不会糟 就是我看到了 八百四的这个庞大利益 如果今天我有所谓的行贿 如果真的有行贿 就代表我这个八百四是不合法的 这八百四如果不合法 我八百四可能就没有了 那八百四代表什么 八百四代表五百亿以上的庞大利益 所以他绝对不会糟 可是今天整个民进党政府 或今天这个检调 跟你釜底抽信说 你不要再去想那个八百四 你也不要想那五百亿 你会整个公司 会像骨牌一样 全部垮掉 对 因为他说 不法的这个金融操作 那为什么要不法的金融操作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中石化的公司 宝杰如果我们很直观来讲 你知道中石化的公司 现在股价多少吗 九块多 他都不到十块 所以告诉你知道 他是一个财务非常有压力的公司 那他现在又背了一个 顶月开发的这个金花城 用三百 这个好几百亿的这个开发 开下去 他的现金流一定非常运转 非常的艰困 在这么艰困之下的时候 他的现在的实控者在哪里 在监狱里面啊 你在监狱里面来说 好啊你关月久的话 保洁你能保哪一天你会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些所谓的中石化 或者这个运转里面来说 都是沈基金 他自己在那边东挪西挪 东挪西挪 你关月久的时候 搞不好哪一天突然之间就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起来 整个金华广场 非常的风光 对 整个金华广场拿到非常庞大的利益 可是你说他的财务 其实是摇摇欲坠 是的 中间有一个风吹草动 他可能都会惊天动地的出问题 现在就是用这个 去跟沈庆金谈判 我就讲 现在台股都2万多点 居然还有股价不到10块的公司 你就知道他的 财务量是什么样的状况 好 另外第二是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你的这个 中工这家公司来说话 中石化这家公司来说话 你的钱是从哪里来 简单来说 顶月开发是跟 中石化这个给土地 然后去租 去跟这个银行贷款过来 所以这些财务压力 是非常非常吃惊的 你只要拿一个 点线面断了之后 就完全断了 另外一个 你这些钱里面来说 我跟他讲 因为你省金金 你会拿这个公司的钱拿过来 对不对 你难保你有没有拿过 你有没有拿其他的钱 对 搞不好那你还拿其他 更多的钱 那万一都完全 可能会让你的财务状况 抽到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现在简调都来说 你还欠了非常多钱 第一个 你欠洗米华就欠了60亿 再来你还欠林秉文欠了20亿 所以这些都是台币 你至少就欠了80亿 你这些本身的财务状况 会不会连累到 你的公司的影响 这都是个问题 所以他跟你讲 你现在是 他欠钱这么多 你现在是步步维艰 不止你自己 你忠实话都是很危险 所以你赶快 转为污点症 就一切都没事 另外第二个 现在又欠承出 欠承出一个林秉文 林秉文 我们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 林秉文跟谁有关系 跟柯文哲有关系 柯文哲不是去了 两次八八会馆 跟林秉文有相关的关系吗 所以林秉文跟 这个所谓的沈靖清 关系又非常好啊 他们两个还欠 还有账务的流动 至少是 至少我们知道是20亿 台币以上的流动 所以那这些钱到底是 他们流动来流动去 两个人挂上钩之后 居然又跟柯文哲挂上线 所以就知道 完全他们都可以连在一起 那连在一起的时候 那你就更认为说 哇 这里面的水 非常的深 可能有相当多 我们不知道 他们之间的 到底是怎样的往来 这个过程 我就觉得这个 可能要减掉 继续再查下去 所以说 这三角关系 是大家以前没有想到的 第一个就想说 柯文哲 为什么会跟 沈靖清街上线 而且这感觉上 是过密交情 你才可以完全配合沈靖清 而我们跟他谈到的是 这个牵线 这个接线 跟201812月的 那个双城论坛 非常有关系 没错 背后有中国的影子 而在中国挂波子的状况下 柯文哲才会跟沈靖清 两个人 作为一个盟友的关系 而你认了沈靖清之后 竟然 林炳文就进来了 郭哲敏就进来了 那林炳文跟郭哲敏 进来了以后 柯文哲就去88会馆了 那去88会馆之后 关键在哪里 他们两个是第一洗钱高手 也就是我今天找了沈靖清 沈靖清是全台湾最敢给钱的人 那最敢给钱的人 我总要相信他 这时候 最强的洗钱高手就进来了 对 事实上你都可以连接得上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我们过去都知道说 黄珊珊跟这个沈靖清非常交好 可是没有明显的证据 但是最近有一个证据就浮上台面 就是黄珊珊主打了25条的 这个都市计划条例 跟沈靖清的口径是一致的 所以显现他们两个之间 有非常强大的默契 再来就是说 沈靖清之后在这个所谓双坛论坛的时候 有黄珊珊有沈靖清 然后还有柯文哲 连上线之后 在2019年的这个9月的时候 沈靖清把金华广场 卖给了鼎月开发的时候 2019年的10月的时候 黄珊珊就就任台北市长 然后紧接着在2020年的3月 开始启动到便当会 时间开始快速的往前推 所以你看目前的所有时间 你都可以完全连得非常清楚 然后2020年的3月便当会的时候 对 柯文哲就去巴巴会馆了 对 所以你看这边中间有非常多的时间巧合 你这样完全都完全连在一起 那甚至我觉得 我看到这个报导 我就觉得这个柯文哲 我看到这个延峰议员 对这个柯文哲的报导 我觉得说 这个柯文哲对沈靖清真好 为什么 我刚才不是讲吗 沈靖清的财务状不是很差吗 那结果呢 因为他可能连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 你纽约保证金都付不出来 就我们讲 柯文哲的时代 台北市法还跟他签了个约 说你拿到建造的时候不用付 你等到什么时候付呢 使用执照 使用执照 使用执照是盖好之后才可以用 才可以给啊 所以等于是又给他一个开放面资本 所以你要说 柯文哲跟沈靖清真中间没有什么吗 大师我都不相信 你刚才讲的一个关键点 今天北柬不会随便的放消息 北柬放消息一定有他的目的 不然北柬会被反噬的 好 那今天放这个消息很明显的 就是针对了这个沈靖清真 针对沈靖清最后那一句话 就像你讲的 他本来就是十个锅子五个盖 他现在最在乎的是 他的精华层能不能盖得下去 他今天就是用精华层能不能盖得下去 去威胁沈靖清吗 不是威胁沈靖清 因为沈靖清这个金华层本身 如果说把八百次恢复到五百三 五百六 五百六的话 那整个金额总营销的成交量 会炒多少钱吗 炒多少 炒五百亿 对不对 那会少掉五百亿 那如果少掉五百亿这个事情 如果我是投这个年代银行的话 我年代银行定期要开会 对 要定期开会 这个案子有可能营收减少五百亿 那我年代银行要不要有态度 要抽 都不要有态度 对 我态度我现在虽然建了一百多亿 可是一下你抽五百多亿的话 对我当时所估计的那个目标值 就会有减少 对 因此我必须要做新的报告 做新的报告不见得 到底是要怎么处理这个一百多亿 还有一个后面的这个土建融部分 他现在土融已经拨了 对 土地融资拨了 建筑融资 那现在建筑融资还没有拨 或是拨了一半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建筑融资是跟工程进度走的 那肯定拨不下去啊 所以他这个话放出来就是go public 就是糟糕周知 就糟糕大众 全台湾都知道说你沈金金有那么多状况 你的财务部 对 这就是北俭的招 北俭用这个走媒体的路线的方式 是直接打他的心脏嘛 对 那其实他已经要准备屈服了嘛 那你也说过要谁倒霉呢 柯文哲倒霉 柯文哲黄珊珊倒霉嘛 小省里面的财务就财务了嘛 直接讲 你是沈金金五亿的靠赏 这个赏金不知去向 然后呢 这边还讲说 你今天沈金金你光是去澳门 光是输钱就输了60亿 那个澳门是前面的事情啦 我在我跟你讲那是好几年前 他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 因为就是他总共60亿 中间习米华40亿 有20亿是林秉文 那林秉文当时跟习米华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搞太阳城嘛 他输掉60亿 不是欠60亿 欠了百亿啦 输掉好几百亿啦 但是我听林秉文跟我讲 不是这个情形 林秉文跟我讲是说 小省去赌太阳城赌钱 赢了都临走了 输了不给钱 这是林秉文的正式说法啦 赢了打走 输了不付钱 但结果 现在是欠60亿 没给人40 可是中间的40亿是欠给 西米华 西米华 西米华人现在在澳门坐牢 被判了16年 13年我忘记了 那西米华这个债权 已经转给西米华在香港的公司 他也透过了律师跟台湾 也曾经跟这个 以台湾经过法律的诉讼 那诉讼债权确定 债权确定 所以小省也拿了 这个淘租影员的这个资产 来做担保品 保证以来做担保品 所以目前这个40亿的 西米华的债权 是付的确保 那林秉文的20亿呢 是小省个人 跟林秉文的关系 应该我看起来 回收是比较困难 那林秉文现在 他说他当时是亚太工商 30%的股权 像这个瑞亮公司 就是西米华的公司 借了60亿 然后呢他是用15家公司 跟个人名义 签了17张本票 才没有继续被追赞 对 因为那个亚太公司 亚太原来是一个公司 亚太公司后来 他转成了17家公司的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变17家公司 来跟中公合建 当时是这个概念 所以他用这17家公司的股权 拿来跟西米华的公司 签了一个债权协议 所以这是目前的 他最后的这个和解的架构 目前因为 刚好发生运气很好 小省运气好像在哪里 西米华被关了 西米华被判刑 所以没有人跟他要钱 所以这个没有人 跟他追讨这个债务 那林秉文 雖然林秉文部分 没有担保 所以林秉文20亿 那这个40亿呢 将来有机会 会跟这个 他的这个 所谓的 因为有本票 不 结果法院 法院有裁定 这个法院有裁定的 那个部分是确定的 所以我说 小省的情况 可是他对这个欠钱 是很有本事的人 所以你要这样想 这样就60亿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谈了半天 小省 这个北浅 查半天 查半天多少钱 9亿多嘛 9亿多算不算 对小省想算大钱吗 是小钱 小钱嘛 根本无所谓嘛 他要给柯文哲 钱轻轻松松 就给掉了 他方法一万种啦 那柯文哲 有没有拿钱呢 我跟你保证一定拿钱 柯文哲没有拿钱 没有那么好服务的 他全部是有料服务 有料服务 他绝对收费服务的 我跟你保证 他怎么可能不收钱呢 黄珊珊跟他一起 一搭一唱嘛 他们三个人是一票的嘛 但是我觉得今天 给各位观众 我来解读这个新闻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看到一个契机 就是今天周刊敢 这么大张旗鼓 都写那么清楚 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北浅有突破 因为检察官 不在乎你新闻多或少 检察官办案 不要靠新闻 不靠媒体的 大家都误会了 他是高兴 他爽快 告诉你媒体 然后如果你不听的话 我告诉你 民进党的高层 绝对跟你出手 今晚会一个电话 小审就叽叽掉了 好 所以 会认 我们之前讲到 趁你学校里面 你现在整篇文章里面 就有那个味道 现在是沈信经 最虚弱的时刻 他现在是一个 青黄不歼的时刻 而这个青黄不歼的时刻 就被检察官抓到把柄了 是 还记得我们昨天讲 沈信经跟他老婆讲过 如果哪一天我被绑架呢 你千万不要付赎金 你一付赎金我就没密了 所以意思是什么 其实沈信经他这个人 把钱看得比密还重要 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 检方知道他的一个弱点 所以呢 他现在沈信经本身的财务压力 大到他每在监狱里面一天 他的那个不管是中石化 或是鼎月 所要背负的利息 恐怕都是这样子往上滚的 我跟你讲 我刚刚终于查到一件事 鼎月这家公司 我们现在发现 他网路上登记的资本额 是315亿还是350亿 你知道他在2018年的1月份的时候 他资本额是多少吗 多少 1亿 为什么这个资本额1亿的 会用374亿去抢标 去标下金华成 为什么 好 第二个问题 既然金华成本身价值好几百亿 为什么中石化他拥有这个金华成 大概五六成的一个股权 他自己拆掉自己盖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卖掉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中石化借太多钱了 没有办法再从连带银行那边 他借不到钱了 对 因为在2018年3月的时候 这是媒体报道 中石化被吹在 连带银行吹他脚91亿 结果中石化没有能力脚91亿 他跟连带银行去谈说 给我展延一年的时间 等于是让他苟延残喘一年 没有想到 险庆庆就用这一年的时间 变出个新把戏 什么新把戏 自己把这个顶月公司 左手卖右手 左手卖右手 而且左手卖右手 最厉害一件事情是 卖掉之后 竟然顶月公司 就可以去借钱 顶月公司 连标土地的钱都没有 不行 你是我的子公司 我中石化 可以把我南部的地 拿去跟银行借钱 借100多亿 去注资你这个顶月公司 让你顶月公司 有那个资格去玩起 数百亿的标案 你看这一招厉不厉害 有了标案的钱之后 但是你要后卫 整个土地是标374亿 他现在只有100多亿啊 所以还少多少 200多亿 盖这个房子要多少 100多亿 所以他连贷案要350几亿 后来那个连贷银行 公股银行先想说 什么啊 你左手弄右手 你又搞当年中石化那一招 那个中石 那个沈金银最厉害的是 他永远所有的交易 都是左手卖右手 然后价值数百倍在增加 所以后来连贷银行 那个公股银行 不敢碰这个案子 不敢借钱给他 出来了一个救星 是谁 星光集团 而星光集团借给他 这个也100多亿 他原本需要300多亿 才有办法解套 结果现在他只有100多亿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钱不够 没有想到这个时间 谁要帮他解套 柯文哲 竟然给他一个合约 跟他说 旅约保证金88亿 可以先不要给 所以换句话说 你说他没有问题吗 怎么可能 因为他知道 钱不够这件事情 就是沈金金最大的罩门 他帮他颁开所有开发 金华城这个案子 所有的困难 还有一个东西 我刚刚看到 北市科的案子 是什么时候在弄的 那个星光集团去标的 什么时候 2020年也是10月11月那时候 而且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人 一样被骗进来 去参与那个标案 说他有标 是谁 元大 那跟那个 他用那个标案弄 那个星附发进来去标 一样一模一样的模式 所以换句话说 是不是 同一个时间点 柯文哲跟两大财团 拿刀叉吃 台北市政府的相关资产 一个是北市科 另外一个 就是帮金华城 让他这个开始 可以用什么 让他整个登大廊 然后因此 而帮沈金金 所有的债务 所有的套 全部都解开来了 好 宇雪 之前他最奇怪的是 柯文哲已经讲过 柯文哲没有朋友 在外面谁讲说 是柯文哲的朋友 那一定是说话 可是 柯文哲对沈金金 已经不是朋友了 那是过命交情 那是生死之交 今天沈金金 你需要快马加杯 我跟你快马加杯 你需要 展延这个所谓的付款 我给你展延付款 今天还传出来说 我先给你通过 这个所谓的建造 现在容积率的转移 你可以慢慢的去谈 听你一下哪有什么好事 那就讲到 为什么柯文哲 这么信任沈金金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 过命交情 这个时候就慢慢慢慢爬出 大家本来以为说 是黄珊珊进到市府以后 才做的转变 没有 其实我们就发现 所有的转变 都在2018年的12月 2018年的12月以前 柯文哲对于 进化成不假实测 进化成所有的要求 柯文哲没有同意过一下 可是 当这个 两岸之间的双层论坛 在台北市举行 在这个主桌里面 有柯文哲 有黄珊珊 有沈信金之后 一切 都出现转变了 柯文哲 感冒天下是大不愧 与全世界为止 但他也要送一个人上西 这个人是谁 就是我们的沈信金 为什么 因为大家百事不得其解 柯文哲你还记不记得柯文哲 讲过一句话 在被问到林敏文问题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啊菜团啊 不要来找我吃饭啊 五分钟 我饭就扒完了 那请问一下他跟沈信金有几分钟 好几天 好几个小时 都在桃树营圆 唱哪咖西 好奇怪 为什么柯文哲 就对沈信金这么好 结果各位啊 源头就在这边 2018年12月19号 那时候办了一场会议 这个会议叫做双城论坛 但双城论坛不奇怪 奇怪的是什么 柯文哲是不是做主桌 对不对 结果有一个人呢 叫做谁 叫做黄珊珊 黄珊珊那时候什么身份啊 台北市议员 台北市议员 你可以做主桌 我跟你讲啦 同桌里面都一堆大老板 董事长 董来董去 董来董去 不然就是局长 怎么会有一个市议员 可以做主桌 因为当时殷小微也去了 很多国民党的议员 包括殷小微 包括国民党的议员 都是做别桌的 董来董我再讲一次 双城论坛耶 这个对于 你如果有在碰两岸交易来讲 是什么大契机啊 大机缘啊 我可以跟中国来往 我可以跟中国交涉 对不对 结果呢 沈晶晶也坐在这边 黄珊也坐在这边 怪了 各位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 何文哲跟沈晶晶 他们两个的命运 一拍即合 牢牢不可破 董来董来董你才记不记得 3月10号那时候便当会 现在黄锦茂一直哭着说 没有不是我要演艺的 是柯主席 是柯市长一直要我干的嘛 他只给我11天 对叫我一定要 赶快快马加鞭 就再给他送进去 他都委会也是啊 都委会也是 他要我开的 他也是要他我办的 董来董你不要误会了 你觉得只开都委会会 会不会有问题 我跟你讲喔 是法性来讲 光开都委会就违法了 这黄锦茂在我们讲的 专案小组的会议里面 亲口讲出来 他说因为你今天要开都委会 对不对 你要我们独发局演艺过 而且我们不能随便接程庆案 那请问一下 这几条法令图令罪 谁叫他违反的 柯文哲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这样违反 知道 他说公务员不坐牢 他说快就好 他都知道这个会出问题 但为什么他硬要送 沈静晶上西天 为什么 从头到尾包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啊 柯文哲根本不跟人家往来的啦 这个双层乐坛 背后面最大尾的是谁 那是中国嘛 那如果不是有真的 我们讲庞大的第三势力 中国外界力量 去把柯文哲跟沈静晶 两个人的红线 给他牵起来 请问一下 柯文哲有可能甘愿去帮他 去做这种 冒这种风险做这种事情吗 因为刚刚讲到 其实沈静晶他的堂弟 在中国是高官 是省长级的一个人物 而且他当时的8000里路 一个月 就是由沈森池文教基金会所弄的 那你就看到了 柯文哲最近不是陷入困境吗 陷入困境了以后 谁第一个跳出来帮他讲话的 国台办人帮他讲话的 国台办人还把这个AIT想 拉进来AIT马上否认 本来跟我分几个城市 第一个当时的沈静晶是什么 他是8000里路营而远 包括他的扬州进化者 他有一个伟大的中国梦 就是说他看到大家去中国 掏金掏非常多钱 所以沈静晶为什么会做在这个主流上 就是我想跟中国往来 但这时候柯文哲那时候讲的是什么 两岸一家亲 所以在这时候两边一拍起了 而且宝洛哥你刚才讲一个重点 明明知道沈静晶跟这个我们讲 中国关系密切 而且你还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是谁 肖旭成啊 肖旭成我坦白讲啦 今天民众党前一阵子 我在那边踢爆一个料 他们有没有去在柯文哲 出事情之后想要去跟大陆球员 有吗 有嘛他们有想要去跟中国嘛 甚至他们讲过说去跟中国讲说 哎呀拜托看一下怎么样 我们这处理怎么瞧 我就请问一件事情啊 民众党里面跟中国通最紧绷的是谁 这赵林啊 这只有一个赵林外交官 那赵林的趴数有没有值得跟国台办 谈东谈西 没有啊 所以他需要谁 需要你刚才聊到了嘛 要有第三方强而有力的力量 跟中国说得上话了吗 蛮一舅 不是嘛 当然对嘛 就是他的代表肖旭成嘛 这肖旭成这种趴数的 才有办法跟柯文哲处理嘛 结果处理掉之后 法律哥出了什么事情 怪了 我在上节目上来办 突然开始风云变色你知道吗 突如噼里啪啦 什么AIT啊 要来帮助柯文哲啦 AIT对柯文哲有一件 就被人家说假消息 他说赖金德在金门被困住了啊 结果也假消息 结果突如其来开始 有一大堆言论排山倒海的 听谁 听柯文哲 那保险哥我就问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 所以代表柯文哲的利益是谁的利益 是中国的利益 那沈静晶跟柯文哲的这些结合 是谁的利益 中国 是中国的利益 所以各位最怪在这边嘛 就是柯文哲从头到尾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一直以来 包括他的金流 包括他的金主 包括他跟中国的关系 总是密不可分 而且他也从来不避讳谈这件事情 他也不去排斥这件事情 他对中国也很少 我们讲的延迟批判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不禁好奇这件事情 会不会柯文哲之所以 如此信赖沈静晶 甚至一路帮他打通关 各种方法 都要让他强行通过 背后事实上 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推动 好我想 之前我会讲的 2018在台北办的这个双城论台 其实争议非常大 当时议会 连钱我都不愿意给你 当时根本不愿意办这个案子 可是他非要强度关山 而强度关山 我们之前也觉得 在谈金华城的案子 最怪的就是 2018以前 你是全部否则的 你旁边的人也是反对的 为什么你后来完全不一样了 关键你要讲 很多人以为说是黄珊珊 可不对 201812月 双城论坛之后 就开始 他旁边的人头衔散字 他旁边开始换了一批的人 然后他开始去搞了民众党 开始黄珊珊就进来了 黄珊珊进来之后 便当会就开始吃了 便当会开始吃了以后 他开始就去拔拔会馆了 他就开始认识那些 地下会队很厉害的人了 那他就跟那个沈金金 越走越密切了 然后他帮沈金金 排出任何的困难 将这个所谓 390变成500 560 560变成了 这个所谓的840 一路的往上跟下去 创造非常高的利益 而这个关键 大家都没有想到 原来 跟2018年当时议会 也就是你强力反对的 这个双城论坛有关系吗 其实在这次金华城 检调调查的步调一直到现在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叫做集团式特权 就说这不是只有单一一两个人 可以促成的事件 而是上至市长 下至这些所谓的都委会秘书等等 每一个人都要配合 才能促成这一出 840%荣基的大西 那柯文哲他本来的策略是什么 他说我都不知情 都是下面的人在乱搞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证据 大家连接起来 你会发现柯文哲才是中间 那个真正穿针引线的人 以这个他跟沈庆金之间 柯文哲的小省情缘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什么 选完之后我去他家唱个卡拉OK 然后他慰绕我一下 这么单纯而已啊 能去逃租影员唱歌 请问台湾政坛几个人 有这样待遇 屈指可数 那为什么他有这样跟沈庆金的交情 绝对不会是什么 选总统的时候才开始啊 那柯文哲现在 大家以为说 他是硬小微开便当会找他 然后他才知道沈庆金 大错特错 他早就认识他了 大家知道 金华城龙基 他是两段市长胖 第一段 从392长胖到560的时候 其实柯文哲他是在2018年初 当时他准备竞选連任的时候 他就放手了 当时他准备竞选連任的时候 他就放手要让金华城变560 那之后怎么样呢 小沈当然赞赏他嘛 过去好龙斌当了八年市长 都不给小沈560 那现在柯文哲 当完一任的时候 马上就要给他560的时候 小沈对他称赞有加 这也是为什么到2018年的12月 当时柯文哲已经确定连任了 确定连任的时候 他举办了这个双层论坛的时候 这上海市长周波 那时候还来到我们台北 那位大谈啊 这个关于处统的言论的时候 其实现场挺科企业组里面 沈庆金就入列啊 沈庆金在2018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挺科了 那你说柯文哲怎么可能不认识他 过去柯文哲是说他都没朋友 他都说他从来不跟财团往来 后来财团成为他坐上宾同坐主桌的时候 早就认识了嘛 所以硬小为20 后来啦 这个开这个便当会的时候 搞不好柯文哲心里还在偷笑 说我跟沈庆金搞不好 比你跟沈庆金更好更麻吉了 那时候就是柯文哲 早就不只认识沈庆金 可是你知道沈庆金挺他 硬小为只是抛了一颗球进来 柯文哲接球之后 才有这个后续的有没有 交办黄警帽嘛 现在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说 黄警帽遭了很多事情 包括说柯文哲是不是限其他时间 赶快把这案子办出来 是不是有这所谓的变迁 说怎么样都好 只要快就好 这些种种的全部串起来之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沈庆金有这样的特权啊 所有台北市民都没有这个待遇耶 台北市民你符合都更的老房子条件 请问会有市长帮你指派副市长当你的PM吗 这个案子发展到了今天 最关键的 就沈庆金嘛 沈庆金已经两次需要交保 因为医劳的关系需要交保 会让他保出来吗 如果保不出来 沈庆金撑得住吗 好我们先看沈庆金 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已经两次去介护就医了 而且呢 他已经戴上了尿袋去出庭了 你说他现在又上吐下线 上礼拜五13号的时候 在律师岳方如帮他拒撞 然后他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要拒保 因为他会去看医生 你13号火急火燎不行了 已经到了上吐下线 已经到了生死除亡的关头了 那想想说沈庆金每次 身体的状况都不一样 这次状况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过得了关 这次不一定过得了关喔 然后呢13号申请了 16号的时候呢 下午告诉你说 你的状纸上面没有签名 所以呢你七天内在补证 律师的讲法是说 已经到了生死的 生死除亡的时候了 你竟然告诉大家说 哇天哪七天内在补证 好像一点都不着急 然后呢大家会觉得说 任怨方完全不急 你想想看喔 13号提出要巨状申请 然后呢等到 竟然到16号的时候 才做了这个裁定 这裁定还是说你没有签名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跑检掉一段时间 大概100件里面有99件 都没有当事人的签名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岳方如 没有沈静静的签名 但是呢准了 欸你可以交保了 你可以去看医生了 沈静静会拒绝吗 不会啊 当事人不会有人拒绝的啊 所以呢我觉得 他这个裁定 法官这个裁定 其实就是在找你的麻烦 当然好听的话是什么 法院院方要求慎重 所以呢你要确凌 当事人的争议 那去签名 可是不会有当事人不愿意啊 然后呢大家今天又去问院方说 诶 人家这么火急火燎的 13号提出 你怎么16号才下裁定 对 因为中间 礼拜六礼拜天 不上班 你这样的神经经 现在已经上吐下线了 你竟然还跟他讲六日休假 可是如果六日法院要审可以审吗 其实如果要的话 当天因为他用的方法 岳方儒他的说法 是有这个身体健康的为由 所以呢如果你要以当事人的被告 被告当事人的权益的话 如果他是要健康理由 礼拜五就审了 你当天就要看了啊 对啊 但是六日休息 所以呢不用担心 然后礼拜一也不用担心 下午在高中你说 诶我们等你七天内去签名一下 我看小沈一定慌了 那为什么 今天黄珊珊在两天前要写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当天在8月28号的时候 沈信经被带走的时候 他发了声明 然后呢 威京也发了声明 当时候声明 就是发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大家都觉得说 人被带走了 怎么还有办法发声明 表示他准备好的 然后这个东西把它复制贴上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他们已经知道 小沈快撑不住了 你想想看哦 小沈如果这一次又把它给驳回 他快撑不住了 对 因为他第一次已经被驳回了 你告诉 法院告诉他说 你这个东西 不算重病 所以呢 你不行 你今天加了一个 我都已经去看医生了 还不行 那我就上吐下线 但如果还不行的话 小沈已经没有 没交啊 你没有交的话 你会不会讲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所以你说 第一次借户就医回去 第二次再借户就医再回去 就没有第三次了 就没有这样子了 没有这样子让你一直玩下去的 所以呢 现在的话大家都知道 小沈快撑不下去了 黄珊珊知不知道 黄珊珊知道 检察官知不知道 检察官也知道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在金流突破的情况之下 小沈就是最好最好的一块肉 如果今天谁捡到这块肉 这个官司谁就有办法山上风了 但是黄珊珊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赶快隔空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 你说的我们都接受 什么意思 当初小沈8月28号 威京的那个声明 他这么说 没问题 我们市政府会扛下来 所以呢 兄弟你在里面也要扛下来 不要再弄这些有的没有的 因为不可能让你聚保的 这个东西大家就叫保来 叫原来的规定来 你原来规定说 今天柯文哲绝对不会收费 也说你绝对不会送费 不会收费 不会送费这个底线 现在大家都是什么你知道吗 现在两边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谁腰疼 小沈 小沈在里面不好观啊 很难过吗 很难过啊 这种天气 然后他这个年纪 然后他本来就有一些慢性病 你想想看 在这个里面 我跟你讲真的是 你走也不是做也不是 你每天一个大老板 你在里面你怎么办呢 他现在可以停 那不能因为原道的关系放他出来吗 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案子已经办到这个程度了 而且他们已经知道 小沈快撑不下去了 如果再给他尬了 小沈一定会坦诚的啦 小沈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英雄人物 所以呢 现在来讲到 然后黄珊珊这一拼就把他推上去 我给你当厚度 我给你当你的底气 你不要这样撑住 我会把你撑住 你的这个容积率 我们想办法把你留起来 对 为什么呢 其实他非常懂小沈 因为小沈的经济状况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如果今天小沈 反正关都关了嘛 他年轻的时候也关过 如果他撑住之后 不管是两个月 还是二加二 四个月 我四个月出来之后 我容积率还在 我还是一个撑头大老板 如果他出来之后 没有容积率 然后停盖 那日子怎么过下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变成一个博弈游戏了 黄珊珊把台北市政府拉起来 来我们一起用 市政府的一个角度 我们来挺你 但检察官也在等 因为检察官知道 保密容金 对 检察官也知道说 小沈已经快不行了 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都是站着说到不腰疼 就是小沈一个人 在监所里面 尬着非常的痛苦啊 这日子很难撑得下去 但其实本来传出说 要对柯文哲进行策谎 进行对峙 难道现在检院 检方跟柯文哲 这个对决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现在来讲 都已经把这个声势 越拉越 凶越拉越上面了 现在来讲 已经到了一个决胜点的时候了 决胜点 对 现在来说的话 要嘛就是找到他大笔的一个藏金库 要嘛就是有人反咬出来咬他 不要忘了当初赵藤雄 就是因为没办法压 所以他脚软 脚软之后呢 那个跟他一起配合的公务人员 判几年 19年 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 小子人有没有这个机会 他有机会反的 如果他反的话 检察官 赵藤雄也是这样的 赵藤雄就是这样子啊 当初来讲 你那我敌 我们一起进去 积压就积压 但是你看 两个同时在积压的行程 比较有钱的 通常都撑不住 所以赵藤雄那个时候脚软 脚软之后 就把那个银件鼠给咬出来 咬出来之后呢 人出来了 赵藤雄出来了 他到目前为止 还没出来 还在关 19年很难关的 好所以武道 刚刚讲的 现在的关键点 就在这个沈庆金 沈庆金能不能熬得过 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突破口 而今天搞了半天 黄山寫这么一大篇 就是要稳住沈庆金 我们做新闻有个原则 什么原则 不相信偶然 对 不相信偶然 你认为黄山寫 为什么写这个东西 他这是偶然吗 当然不是偶然 还是他为了法条 还是为什么原因 我的判断 沈庆金叫他写的 当然是他表态给沈庆金看 你怎么偶然搞他听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 他们之间有串供的嫌疑 他写这个干什么 他就在公开告诉沈庆金 我知道你的意思 写了这个东西出来 对 25条 就是沈庆金叫他写的 不然他为什么要写 喂 你是黄山寫 你会不会写 我当然不写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躲都躲那么久了 不 我安静那么久了 为什么突然今天写这个出来 写出来伤害到谁 他自己啊 不是 柯文哲 柯文哲被他害死的 他为什么要害柯文哲 这个伤到柯文哲 这个伤到柯文哲 当然打到柯文哲 这个25条跟24条差哪里 差哪里 25条就是柯文哲 全部他一个人扛 就是市政府权限嘛 市政府需要嘛 所以当时柯文哲 跟柯文哲 跟柯文哲怎么讲的 我都不知道 那他写的变什么 我都知道 都知道 也就是按照第24条 是你提的案子 我们这个都委会都审 都委会来审 这个是因为都市计划地区里面 是市政府 强调市政府 认为土地有合理使用的必要 得拟定细部计划 规定地区内的土地 及建筑物的使用 我跟大家在里面 很公开讲一个 就是说很诚恳地告诉大家 我可以保证 沈静静跟黄珊珊是好朋友 很简单 而他们现在还能够沟通嘛 这个摆明的就是 沈静静叫他写的 我绝对 我在那边打包票这个事情 敢这么打包票 有事情来告我 很简单 就写给沈静静看 沈静静要求他写出来 你要给我表态 很简单 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 情况非常危急嘛 那个危急 他写完这个 我跟你保证 今天写完这条以后 他明天开始 不会再谈这个案子 又安静了 就应付他嘛 应付他 他写这个有什么用 有什么功能 一点功能都没有啊 有没有在帮阿伯撇清啊 就是一个黄国商讲 那百分之三十千自己买的 他不是 他在帮沈静静 他在帮阿伯 阿伯 他是害死的阿伯 阿伯挂掉了嘛 第三个 沈静静会不会保外救医 会不会因为他是 健康情况不好 然后会能够交保 不行吗 当然不可能嘛 这个就是 我都上吐下泄了 我都状况不好了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第三次 今天第三次 吴中宪立法委员是前检察官告诉我 一般来讲的话 到两个礼拜左右 被告就投降了 被告很快就投降了嘛 所以两个礼拜快到了 他这个上吐下泄了 然后借户就一次两次 然后全身站抖 对 这些动作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他到临界点了嘛 他快要崩溃了嘛 黄珊珊也知道 黄珊珊是律师了 他看过多少被告 他看的被告比你我都多 他知道小沈这个德性 快要照不住了嘛 所以他乖乖听他的话 写那么个东西出来 就害死了柯文哲 然后应付了沈静巾 最后沈静巾会不会怎么样 我告诉你 照样认罪协商 照样把他们咬出来 不行吗 没有办法 他照不住嘛 他真的是怕老 我在第一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讲 沈静巾健康情况确实不好 但目前的情况 法院要积压有个要件 要你什么时候可以 能够帮你交保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 要你无法治理 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 照顾自己的生活 你大小便失禁 各种东西 有很多条件 那个条件 癌症都不能交保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很严格的 非常严格 哪那么简单 吐两天就出来了 哎呦 如果吐两天 接护追忆就出来的话 大家都吐了 对不对 每个人都跟着后面吐 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然后我检察官爽歪了嘛 知道嘛 通通进来了嘛 你看看 忍耐那么多 那么久的黄珊珊 都跳出来了 所以这个潜在的共犯 潜在的共犯 都从这个常见人 都冒出头了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有一些 这个中共国家来办 不要得意啊 快要破案啊 快要有新的这个 逆转的情况发生 沈静巾我认为说快要投降 现在听起来消息宝 现在沈庆金 以及柯文哲两个都不招 两个不招完全符合 囚徒理论里面的最大力 就是两个都不招 两个都不招 会让他两个的罪行 减到罪轻 可是说这个理论 原来柯文哲 现在流传是柯文哲 早就已经谈过了 就这个画片 而且这个影片就是你拍的 对我们也不知道说他五年前就精准预言了今天的命运 今天就是他就是陷进了一个 囚徒理论的一个困性 他谈过囚徒理论 对那 而且这两个都不可以招 对现在看起来他就是在执行 他里面讲到所谓的强大的沟通力嘛 什么叫强大的沟通力 就是当时这个裁定书 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他早就已经跟沈庆金在那边 进进出出了嘛 就是进出跟沈庆金 会面好几次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在检调约谈之前 他们早就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了 因为为什么对沈庆金来讲不招 当然对他未来这个所谓的精华广场的开发案 绝对是有利的嘛 因为精华广场开发案 现在已经执行到一半了 只在一年半就盖好了 你如果现在招 你如果认罪的话 哇现在台北市议员磨刀祸祸 准备开始要想尽办法 要现在要他停工嘛 准备要开始看要怎么样处理 后续包含像这个多余的这个容积率 要怎么买回嘛 他就要吐回去 他就要吐回去了嘛 所以对沈庆金来讲这个部分当然不能招啊 那对柯文哲来讲 他就是知道沈庆金不会招 所以他也不会招 那他们现在就是在赌嘛 跟你赌说减掉 因为现在柯文哲就是在赌这两个月时间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他不提抗告 就是两个月 那最多延压在两个月 他就是在跟你赌 这段时间你减掉 绝对查不出来我的金流 他这么有把握 到今天为止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 就是我们现在台面上看到这些东西 都是检调要侦办的方向嘛 他还没有一个确切的 所谓一刀毙命的证据说 所以你说柯文哲现在在跟检调在赌 他就是在赌 而且这一条 在整个沈庆金进去之前 人都已经进去了 居然发了一个公开声明说 这个他绝对不送会 而且柯文哲也是一个不收会的人 那柯文哲更妙 他今天不是剪掉 冲到他家里面吗 已经叫他上车不上车 而且我一定要交代清楚 说我绝对没有收会 这就是两个人 最后的确认隔空串勾 对这就是在执行强大的沟通力 而且你知道这个强大的沟通力 一直延续到 他们那个小草集会上面 也是一样嘛 你看小草集会 他们整个集会上面 播的那个影片 就是根本就是 瑞金集团的宣传片嘛 在告诉你说 金华广场卡了30年 是我柯文哲一手把他 就是把他解决这个过去的 这什么历史工业 对 所以根本就是在 从那个时间点 他们还是在找队友嘛 找什么队友 找威金集团 当他的队友 对 我们绝对不能招 在这两个月的期间之内 我们只要能够撑过去 那当然投过生就过嘛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就是赌这两个月 你找不到金流 这是柯文哲的个性吗 他有这种赌徒的个性吗 而且是有一搏的个性吗 是 因为现在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嘛 他现在已经被压起来 他已经穿上那个黄山山了嘛 所以他现在根本就只能 我自己认为说 他现在就是在 做所谓的政治操作 他所有的动作都是政治目的 都有他的政治目的 因为只要这两个月 如果假设没有找到任何金流 最后检方甚至只能用所谓的 图利罪去起诉他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民众党就可以反手为攻了嘛 因为他们到现在为止 不断在外面 新宿一个风向叫做 图利罪就是在罗兹 柯文哲入罪的这样子一个罪名嘛 所以变成是说 只要检掉没有找到金流 因为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是很有把握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但是呢 只要他没有办法 检掉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没有办法勾勒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 那当然对柯文哲来讲 这就是一个他转手为攻的一个关键 那你说柯文哲很喜欢这种奇门八怪 照我讲你是台大医生 你是等于说学这个正统医学的 可是他学对这个奇门对甲 这种所谓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非常有兴趣 柯文哲我常笑说 他有的时候 他说他看很多书 但我笑说他其实花比较多时间 在看YouTube YouTube影片嘛 YouTube影片常常都会有一些 什么AI配音的那种 什么拜官野史 他最喜欢读那些东西你知道吗 所以那些东西我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 他对外讲的一些理论也好 对外讲的一些什么历史的典故也好 其实都是错字的 为什么 他都喜欢看这种片面的这种短影音 他其实就跟大家一样 很喜欢滑手机 滑东西就是这种 看起来很有知识性的内容 但实际上都是那种很片面很断 很碎片化的这种内容 好 武总 刚讲到的 现在这个柯文哲真的 沈沁金 现在闪吹消消 沈沁金跟柯文哲 两个都不招 甚至柯文哲咬定了 那个1500就是下午3点 只是他改时间了 好 不过我要补充一下 他这个囚徒理论 他不是奇门八卦 这个Game Theory 我刚跟慧珍也聊了一下 这个发明人 是非常年轻的 就是哈佛的学生 对 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对 他这个得了诺贝尔的数学奖 我记得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科学家 他改变了整个二次大战的 一个整个谈判的一个整个基本逻辑 美国的整个政治的 整个大型谈判的 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 就是被这个Game Theory完全改变掉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在数学上而言 第二点来讲的话 不错 我认为柯文哲 绝对打死不会招 他不会招 他绝对不会的 因为他认罪的结果他就完了 而且柯文哲 从市长第一任 第二任到选总统 这三个过程当中 他的人格特质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我今天我有仔细观察 因为我跟他很熟很熟 那到最后这个阶段 他已经变成皇帝了 因为他给了八席 他认为他可以主导台湾的进步 对 所以他认为他爱台湾的 他老婆讲的是对的 柯文哲吃也吃不好 穿也穿不好 住也住不好 他搞那么多钱干什么 他真的是爱台湾的 他认为他能救台湾 他活在 那你搞那么多钱干什么 他救台湾 救台湾 他认为他能够领导台湾 他生活在自己一个 非常狭小的一个环境当中 所以其实柯文哲不怕坐牢 那他本来就跟人家不 他的生活领域是非常狭小 他跟别人不沟通的嘛 所以现在他关在里面 实际上那个环境对他 不是一个 不是陌生环境 他是很奇怪 他不会像别人那么痛苦 那一般人去坐牢 因为你有社交关系 柯文哲不要社交关系 他不要社交关系 他不需要 所以柯文哲有个心理科医师 他跟人讲的话很对的 柯文哲不是不理人 他是理不了人 他没有办法处理 他的道德的边界 他没有边界的 所以我要讲柯文哲 所以他绝对不会招 而且他有崇高的理想 到后面 他真的已经变成雍正了 你知道吗 至于说另外一面来看的话 我们要谈到小沈 小沈会不会招 小沈原则上也不会招 但是在面临到一个 非常痛苦的一个抉择 什么痛苦抉择 什么抉择 他这个东西 小沈面临到两亿的款项 不翼而飞的这个结果 这个两亿的款项 我常讲我讲过 我这几天又讲个概念 因为别人对小沈不熟 我很熟 他不是一个有钱的人 然后去贿赂 一般贿赂的人 一般的贪官 会跟有钱的财团合作 所以财团有很多方面 可以给他钱 给他好处 钱经安后卸等等 但小沈没有 小沈每一笔钱 要贿赂的钱 都必须要从公司掏空 从公司搬钱出来 所以其实淑惠讲得对的 他有一个钱金的东西 其实可以去查 因为我不相信柯文哲 没有收到钱金 就一直等到拿到建造再付款 这个不可能 柯文哲这个人 务实的不得了 他不相信人的 所以小沈一定有一个钱金 所以钱金的部分 很可能就是现金的部分 很可能今天减年去 冲那个保管箱的东西 那个就是两三千万就是 一个钱金 你看 郑文燦 搞了一个一百亿的利益 五百万 五百万钱金而已 那些金毛钱 那个是一个 等于大家一个默契的感觉 交朋友 对 交朋友 所以 可是后面那个两亿 是叫做重大金融犯罪 那个的 我认为 简单一点 我帮他算了一下 他如果不认这个 他不能够从这个案子里面 脱身出来 得到检方的豁免的话 他就单独去扛下来 他去公司挪用了两亿的款项的问题 这个钱去哪里了 他个人吞掉了嘛 对 个人吞掉坐牢做十年 可是他如果把 这样就是他的选项 他如果去咬柯文哲的话 一天都不要坐牢 零 他通通都可以解套 但当然他的财 所以他的利益跟柯文哲 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 完全不一致 不是那个囚图理论 不是那个柯文哲的算盘 两个都不知道都没事 不是的 柯文哲你一定有事 因为你这个整个东西 你跑掉的 没有那么大力量了 因为还有其他案子 对 五大案 北施科今天都动了 北施科还启动 非常多案子都启动 那人在倒霉的时候 骨牌理论 不是什么game theory 那是骨牌理论 一个一个骨牌了 一个一个骨牌倒下来 所以小省我认为 最后一定会招 因为他一定要谈判 谈出一个好条件 大家要拗 拗到检方真的查不出东西来的时候 检方会给他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让小省脱身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必须要面对天人夭战了 他没有天人夭战的问题 小省从年轻开始 就出卖朋友有什么关系 他有习惯的 真的假的 小省没有问题 小省很习惯这种东西 好 该讲的 现在这个东西 你说你其实有一个悲观 是因为 你说在整个危机集团里面 有很多海外公司 现在查金流才是最后的对决关键 我一直觉得金流是非常难处理的 因为金流你一定要进到 不管是银行体系 又或者是加密货币 你一定要进到那个系统里面 才有流嘛 那你才有机可循 可是我们就说了嘛 最传统的行费跟收费方法 就是直接给你cash 你只要cash还没有存进去 某一个地方 其实就很难抓嘛 我就说嘛 今天这两个保险箱 到底是 陈佩琪主动交代的 还是 这个检察官经过气而不水 终于发现两个 你想想看 从陈佩琪上个礼拜到廉政署去 看起来不是他交代 如果看起来他交代 早就去取出来了 经过到现在这么多天 才找到两个保险箱 茫茫的银行里面 有那么多银行 有那么多保险箱 陈佩琪的名字 柯文哲的名字 他们家亲戚的名字 或是Anyway 谁的名字 或是我是沈静静 我叫一个第三人去开一个名字 然后把钥匙给他 你根本就找不到 再加上我们之前说的 如果直接给你一箱又一箱的现金 放在某一个房子里面 你也找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找哪一个 金流专家来办 因为他可能就在 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角落 就像大家一直在找 日本当年的那些黄金 到底在哪里 是到现在都没找到一样 只有当事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金流是难找 第二个我觉得 民众党最近的这个新闻 跟媒体操作相当成功 尤其是陈佩琪今天的专访 坦白说我看了以后 我都要相信了 然后我都会觉得 他好辛苦好可怜 他其实花了非常大的篇幅 不是在讲自己家里的钱 而是在讲他公公的身体 他小孩子的可怜等等的 其实对最善良的台湾人来说 其实是会打动的 所以再加上就他们最近 一直拉着国民党在打 这个司法的问题 泄密的问题 那当然北俭自己也是不自爱 一直要去跟特定媒体 这样放放放 所以让他们找到突破点 那我刚刚广告之前我就在跟雨萱说 所以为什么要鸡押呢 人在里面 其他人都可以全党在那边 开始在那边排演这些 还要去烤肉 那如果人出来的话 那不是就大家 更是一场又一场的 这个 系跟媒体的操作吗 所以我觉得最近 这个大家对北俭人 开始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了 确实会让北俭人很辛苦 我今天就有点感同身受 因为现在民众党也在全党打我一个 我就说 哇 办那个柯文哲的压力好大 办一个政党的党主席 全党护议人 大家想想看下一个会期 法务部还要面临 他们现在民众党开记者会 要看你这个预算 你要给我这样给我那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北俭再不加把劲的话 可能图利罪那一方面 可能要加紧他的速度 所以大家看到最近 北俭在加速的约谈 属于公务机关这边的人证 我今天早上去地检署 因为中共告我嘛 所以去地检署 去厘清这个案情的时候 刚好 我走了时候林周明 前都发局长迎面而来 那我就跟他讲说 嗨路人甲 然后他也跟我打招呼 我觉得不管是林周明也好 林青蓉也好 过去的卸任的 跟现在的现任的 都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他们不断不断的在阻止 柯文哲市长 不断不断的在当沙车皮 也就是 金华城的容积率 不能超过560 那这些公务人员可以证明 柯文哲是明知不可以 可是他还是干的 560 672 一路到860 840